动词宝典第六组要介绍的是非常重要的动词 assist 帮助 援助 consist 这个通常都是配off consist of 要翻成有什么组成 或者是跟什么一致 一般我们都是用这个含义 consist of 是有什么组成的 另外有一个insist 他常常会配合on或者是upon都可以 这是坚持的意思 我们先把这三个重要的单字 来做一个说明跟练习 这个consist有什么组成 我们是配合off consist of 但是如果是consist in 你看也是很重要的片语 我们翻成在语 这里一个例子 success consists in hard work 成功在于努力 好继续 我们来看补充的部分 这种sist 动词的字为 如果是sist 它会转名词 所以英文一个难关就是它词类的变化 形容词 名词 动词 它的写法都不一样 不过我们可以透过字为来做一个判断 这种字为呢 通常都是用ence或者是ance 这也是会困难同学的 比如说assist 帮助 它的名词就是assistance ance 那么比较好背的方式就是前面是a 后面就配a 第二个 consistence consist动词它的名词叫consistence insist它的名词叫insistence 下面还有两个单词叫persist 是坚持 我们它的名词一样是persistence 那还有一个是resist是抵抗 它的名词就是resistance 所以这个地方容易混淆的 有两个是ance的是assistance resistance 其他都是ence ence ence 好 这是大方向解说的部分 现在我们不妨来做几个练习 第一题 our principle principle就是校长 通常是指高中的校长 我们会用principle 那么国中国小的校长呢 我们通常会用master这个单字 那大学校长又不一样了 大学校长它的地位比较高 所以我们会用president 总统这个单字 president可以当总统 可以当董事长 或者是当大学的校长 当中的校长我们会用principle 那么国中国小的校长我们会用master 这个就补充做一个说明 我们的校长如何 哇 它有一个upon 那么哪一个能配upon的 都是有固定的 所以一定是用这个insist upon 或者是insist on 两种写法都可以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n puncture the importance is重要性 什么重要性啊 of being in puncture being in puncture就是准时的重要性 puncture是形容词 形容词是不能放在介细词后面的 所以如果你要介细词后面要放形容词 前面就要配合一个b动词 b动词配形容词 b动词又受到off的影响 因为我们有一个文法概念是 介细词后面的这个动词 b动词要用ing的形式 所以b就会改成b in 很多同学一定都不了解 老师怎么会突然间来一个b in puncture 这个b in puncture 这个b in 究竟怎么来的 这个观念就是这样子 很重要的一个英文语法的观念 好继续 我们来看答案 哪一个坚持 我们的这个校长啊 坚持这个准时到校的这个重要性 你不准时到校就给你罚战 所以正确答案 要填出来的是insist 校长是三文证单数要加s 这个就是第一题的部分 第二题的部分我们看一看 The series of books series是一系列的书 一系列的书通常会有很多本 所以这一系列的书 包含了有多少 他配了一个off 那么配off的通常都是用consistoff 所以这个很容易判断 consistoff insiston或者是insistupon consistin就翻成在于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答案写下去吧 他说包含有14volume volume就一测书就是volume 下面的介细词片就是on on是指在什么的主题 特定的一个主题 我们介细词会用on 是针对一个专门的特定的一个主题 这个时候我用on the subject of asian history asian asian system history history就是历史 asian history就是亚洲的历史 在这个亚洲历史的主题上呢 却有14册 有14套 所以这一题 应该答案要选的是 含有 包含 有什么组成的 有14册 这个亚洲的历史 OK 答案就是用consist 不可以加s 因为前面的不 这个是主词是负数 所以我们不可以加s 单数 主词单数才要加s 继续我们看第三题了 健康在于健全的身心 而快乐在于知足 现在我们来看这两个句子 健康在于 health 在于我们刚刚有讲过用consist in 好 consist in 健全的身心 这个健全的身 跟健全的心 sang mind and sang body OK 这个 上的 后面的上的 也可以不写 就是 健康啊 在于 一个 assigned mind and body 就是一个健全的身心 这样 也可以 这就是 经过省略的 写法 好 而快乐在于知足 这个而不是相反的意思 如果是前后句子 内容相反 那么 我们呢 就可以用but 但是呢 前后的句子 它内容如果是直接行接过去 那就用and 但是这两个句子 好像没有直接的关联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分号 要不然我们就可以用while 好 用while 这个while也是很不错 而 快乐在于知足 好 在于知足 我们呢 看快乐 英文怎么讲啊 快乐就是happiness 在于一样 consist in 还有一个就是lies in 另外一个答案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consist in 在于 好 在于什么 在于知足 知足英文写法是用competment 这个地方就是用力 偏于consist in 来组成的一个翻译题目 好了 非常的不错 在于consist in 或者是lie in 下去 我们来看 第二组的部分 persist 坚持 它的 常出现的片语 是用persist in 坚持 所以我们 这个 会看到 insist on 可以等于 persist in 这两个意思 是可以相通的 好 可以相通的 那resist 后面常常会接吐 对什么的抵抗力 它的名词就是resistance 抵抗 动词resist 好 现在下面做一个补充 坚持 persist in 我们看 persist in one's opinion opinion是意见 那就是坚持 自己的意见 那抵抗力呢 抵抗 我们用have little resistance to 一定要接to churns gurns就是细菌 对于细菌 lil 病菌 little resistance 就是抵抗力很弱 抵抗力很差 我们用little 有很少的抵抗力的意思 好 这几项 这个都是zist zist的 要特别的留意 加去我们看最后两题的练习 the residence resistance 就是住在一个地方的居民 这个居民如何 而他反对抵抗的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是建筑建造新建 of new nuclear power plant nuclear核子 power是电力 plant是工厂 那就核子 发电厂 新建 在哪里 in this neighborhood 在这个 neighborhood就是 附近的地区 那么就是附近的居民啊 反对 抵抗 一个新的核能电厂 新建在他们的附近的地段 所以这个答案 我们就要用抵抗 resist resist 好了 这是第一题的 下去我们看第二题的翻译 如果我们坚持天天运动 这个有如果 因此前面就知道 这个是表条件的扶持指句 那么后面就是主要指句啦 好现在我们来先把档案写下来吧 先 条件指句 if re 坚持 你可以用 insist on 好 insist on 你也可以用 persist in 好 persist in 那后面加坚持什么 运动 运动 那就是 偏偏运动 我们先写运动 eser cis ing exercising everyday 这个 因为这个exercising是当动词用 所以 我们要改ing 因为这里有介细词 介细词 所以用ing来写 后半段主要词句 我们对什么 we will have 我们就将会有抵抗力 是resistance 对什么有抵抗力 这个我们要了解哦 如果是动词 那就不加2 名词就要加2 你看名词 加2 原因在哪里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语法概念 名词后面不能直接加名词 所以呢 你名词后面又是名词 那中间大部分情况下 都会有介细词的出现 那介细是用什么 常常会跟前面的名词有关联 所以 persist会接ing resist会接to 刚刚讲的 insist会接on 这就变成一个固定的语法了 好 我们现在就把答案写下去吧 resistance to 对于 疾病 diseases 好 疾病很多 要加s OK 这个就是 第二题的 翻译分析 好 动词保典第六组 我们就分析 讲解到这个地方 这一组非常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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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